咦 這是傳說中有入補出的皮憂 但你們懂不懂用 如果大家對水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 很多朋友問 彼得Sir 我的水晶手鏈 想放皮憂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皮憂大家都知道是吸的 有入沒有出的 給大家看看 這是皮憂 這是前面的屁股 大家看看屁股是穿了手串 那就是破了它的能量 你說是否OK呢 還有皮憂只吃外面的食物 它是排泄不到的 好了 第二 皮憂是吃能量的 好了 如果你戴著它那時候 你不知不覺當然會對著自己 咦 將自己的能量都吃了 你一定會這樣 翹翹翹的 好了 皮憂通常絕大部分 都是配黑曜石 金曜石 銀曜石 好了 這些黑曜石是用來做什麼呢 作用就是辟邪 擋災 化小瘾 好了 你吸了這個財能量 但問題是它又釋放不到 不斷在那兒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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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它咬金錢 好像青蛙 這個喉嚨就大起 肚脹脹的樣子 這個不是青蛙 它們叫琴它的 一般我自己在外面在街上看到 原來很多時候它們就擺錯了 為什麼呢 它們是向外面 其實就應該 絕大部分應該是向著主人 因為為什麼呢 意會著呢 好了 它呢 琴它呢 將一些財運 財富它咬住 好了 再去擔給主人 給主人享用的 OK 那好了 如果譬如主人不是經常在店舖的 那應該呢 好了 琴它呢 應該呢 盡量對著這個罪寶盤 之前呢 我也有介紹過罪寶盤的 是吧 好了 將這個呢 財運呢 就好 飛升過去這個罪寶盤 令到那個罪寶盤的能量一度再提升 我將會有個罪寶盤班 將這些風水物品和它配合一起用 令到它的能量更加提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請點擊茶宋 很多朋友仔 問我這個罪寶盤 Peter Sir是怎樣製作的呢 OK 接下來呢 12月份我會有個班教大家的 有興趣的朋友呢 請點擊茶宋